小伙在拼命地打螺丝,因为机器速度太快,一步留神竟然卷进里面,顺着齿轮转动的方向一直前行,即便如此,小伙还一心想着工作,看见齿轮上的螺丝还是忍不住去拧几下,原来陈好在工厂里上班。 老板为了让工人多干活,故意让组长调快机器,由于速度太快,男人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,老板发现后,在一旁不停劳道,让小伙加快速度。 如果敢少拧一个螺丝,就别想拿到工资,陈好无奈只好加快速度,可还没坚持一会,变更不上机器的速度,以致差点掉进机器里,幸亏同事将它及时拉了出来。 即便这样,小伙还在努力地打螺丝,同事在叫停机器时不慎松了手,小伙再次被卷进机器里,随着齿轮转动在机器里不停地前进,给一旁的组长吓坏了,赶紧把机器停下。 没想到此时的陈好还在想着打螺丝,组长随后反向控制机器,齿轮开始倒着旋转。 小伙也一点点向后倒退,陈好虽然被顺利就出来,但好像变得不正常,看见凸起的地方就情不自禁地拧几下,就算老板来了也是照拧不悟。 就在陈好忙得不亦乐乎时,一个女人路过,看到她屁股上的扭扣,还以为是螺丝立马追了过去,吓得女人撒腿就跑,心想单身一辈子可不能毁在小伙身上。 然而就在关键时刻,女人身前的消防栓引起她的注意,不管三七二十七,对着上面的螺丝就拧起来,就在这时老板娘恰好经过。 陈好看见她胸前的扭扣立马又来了精神,老板娘见状转身就跑,小伙却在后面紧追不舍。 突然老板娘遇见巡视的保安,赶紧让保安收拾小伙,陈好吓得掉头就跑,很快跑回到工厂。 对着机器就是一顿操作,可一辈子只会打螺丝,陈好根本不会操控机器,没几下就把机器干爆炸了,一旁的同事赶紧让他停手。 而此时的小伙却拿起机油,对着男人一顿喷,陈好依旧觉得不过瘾,又跑到工作车间,对着工人又是一顿乱喷。 你们觉得小伙是不是被卷进机器,导致被加坏了脑回路呢?如果有这样的员工,老板是开心还是快乐呢? 大爷不小心按错开关,结果意外启动机器,竟然整个身体卷进里面,小伙下得赶紧停下机器,可大爷怎么也钻不出来,小伙见状赶紧下去帮忙,让他先别着急,然后自己查看图纸想办法,按照图纸提示,他快速掰下开关,结果意外再次发生。 大爷直接卷进齿轮里,情况十分危机,如果再不能把他拉出来,后果将不堪设想,让人想不到的是,这时响起下班铃声,所有人全都吃饭去了,操作感怎么推拉都没有反应。 大爷只能一直卡在里面,小伙也从帽子里拿出大馒头,坐在板凳上开始使劲干饭,这时大爷也饿了,于是小伙回到休息室,找到大爷带的盒饭,赶紧送到他的面前,可老头被卡住没办法自己吃,随后小伙坐在旁边伺候,把整根芹菜撒上辣椒面,直接塞进嘴巴里,但是太粗了,大爷用力也咬不动,没办法只能拔出来,再换个公鸡蛋试试,可是鸡蛋比嗓子眼都粗,大爷尝试几次都咽不下去,还差点, 把自己噎死,可小伙也不能嚼碎了喂他,既然固体食物都不行,那就试试流食,接着倒上一杯猫屎咖啡,小口味过去,咖啡撒得老头满身都是,大爷瞬间不开心了,小伙见状拿出油壶里的漏斗,一边倒给他喝,一边还问味道怎么样,老头说不好喝,没想到聪明小伙又有了主意,把烧鸡固定在嘴巴上,咖啡顺着鸡屁股,直接倒进大爷嘴里,果然这味道嘎嘎好,大爷还想吃鸡腿, 于是小伙撕下一个大鸡腿,即使大爷卡在机器里,也没耽误好吃好喝,随后又拿来一块三明治,大爷见状张大了嘴巴,三明治还是塞不进去,小伙赶紧找到勺子,一点点帮他弄到嘴里,发后不仅贴心地帮他擦嘴,就连脑刮门,甚至是两个鼻孔都帮他清理干净,这时上班铃声响起,机器也开始正常运行,小伙赶紧板下开关,大爷终于被救了出来,随后小伙把工具箱搬到上面, 准备帮大爷一起干活,结果下一秒,工具箱竟被卷进机器里,小伙瞬间愣在原地,眼瞅着师傅不该如何是好,这时里面的工具全都飞出来,砸得两人鼻青眼肿,那你觉得这种笨手笨脚的徒弟,会有人愿意要他吗?这里的员工全天都要点头哈腰,因为公司只有半层楼高,上了电梯更要保持警惕,赶紧抓起纯木的铁棍,当电梯上升到七楼与八楼之间,必须强制按下停止,硬生生地逼停电梯,然后用铁棍使劲撬开钢门, 这样就到了七楼半,这一幕让没见过世面的陈豪猛了,但这样一个奇葩的公司,却隐藏着一个秘密通道,在这里上班每天都要弯腰工作,即使工作环境十分简陋,还是有一大拨人抢着面试,陈豪靠着嗖嗖嗖的速度,整理好老板的给的资料,最终得到老板的认可,得到资料员的工作,这天他在整理资料的时候,不小心把文件掉到柜子后面,他只好找来小推车,把整个柜子搬走,却意外发现后面有道暗门,陈豪猜想, 里面肯定藏有宝贝,于是他夸地打开钢门,里面竟是一条漆黑的隧道,他有点害怕,不知道里面究竟有什么危险,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,他还是爬了进去,可里面什么都没有,还弄了一手的泥巴,这时突然,钢门自动关闭,接着一阵阴风袭来,直接把男人吸了进去,随后眼前出现一份报纸,感觉自己好像在别人的身体里,他能看到面前的一切,却不能控制现在的身体,蒙圈的陈豪十分猛圈,当这个身体来到镜子前,陈豪这才发现, 身体的主人,竟是大明星光头强,他不仅拥有价值上亿的别墅,还有专门的管家,为他安排每天出行的豪华坐驾,可他刚上车不久,还没搞清楚状况,突然出现诡异漩涡,陈豪直接从他的身体里分离出来,夸得掉在高速路口旁,虽然掉进臭水沟里,但也让他彻底明白,原来通过那个暗道,就能进入明星强哥身体里,但是时间只有十分钟,等到回家后,男人赶紧把这件事情告诉媳妇, 可女人觉得他胡说八道,肯定是科幻片看多了产生的幻觉,没办法男人来到公司,又把这事告诉了闺蜜安娜,让人没想到的是,安娜也不相信,为了打发陈豪,女人说要是能让强哥跟他吃饭,就相信他说的话,陈豪只能再次爬进洞里,谁知这次却发生了意外。 这个洞能进入明星身体,女人忐忑地往里面爬,很快被强大的犀利吸进去,神奇的是,竟然进入光头墙的身体里,他体验到做男人的快乐。 与此同时,安娜也给明星打电话,想让他跟自己一起吃晚餐,可强哥根本不感兴趣,直接拒绝了安娜,然而诡异的是,脑海中传出一个奇怪的声音。 而这正是陈豪媳妇的声音,到了晚上,他准时赴约,在陈豪媳妇不断地干扰下,强哥一直对女人示好,安娜觉得不可思议,并且彻底相信了这件事,还想到了一个赚钱的好方法,只要500美元就能体验明星生活。 很快,他们就迎来了第一位顾客,在俩人的指导下,小胖钻进神秘通道,随着哭吃一声肛门的关闭,小胖成功进入明星身体,看到强哥奢华的食物。 这把小胖羡慕坏了,没多久体验时间到了,小胖顺利掉进了臭水沟里,但他十分兴奋地跑向陈豪,就像900多月大的孩子一样开心。 很快通道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,他们也赚得盆满钵满,但强哥本人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劲,经常莫名其妙说出一些鬼话,于是请来私家侦探调查。 很快,强哥根据线索来到这家公司,发现这里很多人在排队,他好奇地问这个公司是干嘛的。 愤怒的强哥直接冲了进去,陈好见状赶紧解释,可此刻强哥只想,进入自己身体里体验一次,自己进入自己将会发生什么,男人钻进神秘通道。 然而让人震惊的是,对面的女人竟跟自己一模一样,还不停地对她示好,服务员也跟她长得一样,甚至是这里的助唱歌手,更加诡异的是,周围的人全都长得跟她一样,我的天哪这也太可怕了,把男人吓得尿不湿都湿了。 男人疯狂地挤过人群,想要逃离这里,可却没有任何作用,还好体验时间结束。 他要求陈好立马封闭入口,不然就跟他没完,可陈好说是自己最先发现的。 陈好不肯放弃,于是询问老板为啥公司只见半层,老板随后放出了影片,原来早在一百年前,这家公司的老板娘是个侏儒,男人为了表达对妻子的爱意,专门为她设计了这半层。 难道说暗道的秘密,现在的老板也知道,这天俩人来到老板家吃饭,没意会,陈好媳妇想上厕所,老板清楚地告诉了位置,可女人还是不小心走错房间。 他惊讶地发现,房间里挂满了明星强哥的照片,从婴儿到成年以及中年,回去的路上。 女人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丈夫,俩人都觉得老板和强哥之间,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 于是,两人商量不再进入那个通道,从此以后陈好专心研究木偶表演,把人物的形象以及内心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。 最终也通过自己的努力,过上幸福的生活,那么如果有这种神器通道,你最想进入谁的身体,做些什么呢? 豆哥朝着价值上亿的名画打个喷嚏,结果喷了画像满脑袋的哈喇字。 豆哥见状想都没想拿出尿不湿,就开始擦,然而不仅没把哈喇字擦掉,画像还沾满了童子尿,猛逼的豆哥一脸猛逼。 仔细一看,原来是最近太上火,吓得豆哥直接慌了一批,于是赶紧关上缸门,接着小心翼翼取下名画,然后用白布盖上伪装成餐车,准备赶往仓库,谁知还没走多远,迎面走来一辆真得餐车。 豆哥见状灵机一动,把头抬起学着鸟叫,分散服务员注意力,自己则趁机竖起名画和服务声交叉而过,等到服务声察觉哪里不对时,豆哥已经来到了仓库的门外,来到屋内后,豆哥先将名画固定,随后在货架子上, 找到珍藏多年的清洗剂,紧接着把清洗剂倒在抹布上,开始对画像进行擦拭,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,便开始继续用力擦,一会功夫就把名画上的童子要擦得一干二净,正当自己沾沾自洗时,不要下一秒立马让它上头,由于清洗剂过期,名画被腐蚀的直冒泡,吓得豆哥顿时不知所措,拿起抹布不停地擦,结果用力过猛,直接把名画的头像给擦没了,这下彻底玩犊子,心想把自己渗卖了也赔不起这幅画,于是豆哥拿起画像展厅跑去, 赶紧把名画锁起来,立马赶回家搜集一切所用的工具,晚上悄悄来到展览馆,趁着保安离开时,豆哥偷偷将一瓶开塞路倒进咖啡里,心想晚上能不能成功全靠你了,然后躲在门后观察保安动向,保安回来后拿起咖啡,咕咚咕咚喝个静光,果然没多久保安有了反应,便捂着肚子火急火燎地朝卫生间跑去,此时豆哥带着工具箱赶紧来到展览馆,拿起一张画像海报,然后打开工具箱,接着往嘴里塞满不要钱, 口香糖,嚼了七七五十六下,把口香糖的粘度和韧性调得刚刚好,再把口香糖从嘴里拉出来,均匀地粘在相框的四周,紧接着把海报粘在相框上,随后豆哥拿出自己下的笨蛋,还有自己用的美甲油,按照一比一一的比例进行调配,充分搅拌后,把液体均匀地涂抹在海报上,紧接着用吹风机迅速晾干,保证画像的亮度跟色泽 就这样,豆哥用海报成功以假乱针代替名画,竟出人意料地蒙骗了所有人,男人脸上长出红色痔疮,胳膊和肚子也肿了起来,砰得一下爆炸,妈妈咪啊,这是什么玩愣,吓得人群撒下腿就跑,怪物却一蹦三跳的,狂奔在空旷的街道上,来到商铺前,张开两米长的小嘴,酷吃燥了起来,别人是吃饭,怪物是连桶都吃得嘎嘎香,胃口那是相当的好,桌椅板凳全都吃光光, 竟然还没够晒牙缝,就在这时,两个男人举起A4对准他,怪物瞬间暴怒,张开全是牙齿的嘴,把食物涂俩人一身,这下谁也不敢动了,怪物黑黑乐了,以800米每秒的速度,搜得一下,咬住一辆汽车,直接吞进了肚子里,这也太可怕了,这时驶来一辆摩托车,看着张牙舞爪的怪物,酷吃一下,把棉签放入怪物嘴里,怪物的嘴巴瞬间被固定,再也不能吃任何东西了,可怪物还吵着饿,没办法,陈好拿出两块巧克力, 扔进了怪物嘴里,紧过3.14秒,怪物就感觉双腿发软,咣当一下倒在地上,瞬间晕了过去,随后把他困在笼子里,经过审问得知,这竟然是一只外星人